歡迎我們的韓國天王聚聚夜 大愛慈丈夫聚聚夜驚喜現身 身穿一身身藍色牛仔套裝 配上棒球帽 墨鏡 一盞休閒時尚 出席實境節目首映會 對於第一次挑戰台灣外景 相當興奮 來到全球第一條寧靜步道 太平山翠峰湖 感受森林療癒 聚聚夜受到節目主持人 陳柏林邀請 跟著大家一起上山下海 而這也是聚聚夜 第一次與陳柏林見面 笑說大S有跟他說了很多好話 但被問到為什麼不戴上大S 希望是 把衣服的衣服的衣服 很害怕 但我跟我們一起去 衣服的衣服的衣服 會不會做到 那時候真的要去衣服 是的 如果有張的話 是我負得殺 果然還是先保護好大S再說 陳柏林也表示 從小就聽聚聚夜的歌長大 第一次嘗試邀請就被答應 我很感動的事情是 大家都馬上就答應 這個我真的是 謝謝 看到兩顆樹連根 就想到自己跟大S 把老婆掛嘴邊 也讓柏林直呼好甜蜜 但媒體畫風一轉 問起結婚規劃 結婚的那種規劃 幾歲以前 沒有 就不算幾次了 就不算幾次了 而節目還邀請YouTuber 金針孤和千千 一起爬上太平山 下到小琉球的海 大吃特吃 更對環境保育 有更深的認知 觀眾期待 陳柏林與每位來賓 碰撞出的新火花 TVBS新聞 許家瑞林玉文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